西表岛很美 却藏着许多台湾人被禁锢的灵魂 在日志时代 台湾人来此打拼挖矿 遇上非人道德待遇 生活逐渐走样 茂密丛林竟成为囚禁人生的绿色牢笼 纪录片导演黄映玉耗时七年制作 透过岛上的台湾阿嬷 桥坚梁子的人生回忆 揭开一段充满暴力辉煌与无奈 却被世人遗忘与忽略的时代 蛮悲情 然后蛮悲惨的一段过往 那这个阿嬷她怎么样去守着 她心里的这些创伤她的回忆 所以这个绿色牢笼 它基本上是一个历史学家 对于这个西表矿坑的一个简称 就是她是在绿色的环境中 大自然的环境中 但是他们根本逃不离开 就是在她的记忆中 其实有非常多不好的一些回忆 我花了蛮多年的时间 就是让阿嬷慢慢卸下心房 去讲这些矿坑的事情 所以真的是在最后一年的时候 我们有采访到很好的一些 就是阿嬷讲的一些真心 比较真心化的东西 电影主要从人文角度出发 演绎桥坚阿嬷的回忆 包括当时台湾人与矿坑业主的交易 赌博及施打马飞 甚至是岛上的幽灵传闻等 带领观众进入当年西表矿坑的生活背景 其实为了这部片呢 我们就是组成的历史调查小组 然后跟矿坑专家 然后一些研究者 我们去走访了各地的 这个矿坑的废墟 那等于是有点探险 然后进入到这些地方 我们就会去想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故事 在这些情境里面产生 那所以其实我们有去到一些洞窟 以前很多这种记载 会说很多这种矿坑 他们好不容易逃离了矿坑之后呢 他们就一路躲在这些海石洞啊 那个洞坑里面啊 等待就是被救援 或者是可以用游泳的方式游去别的岛 所以看到很多这种记载 那我实际我们踏入这些 无人岛这些海石坑的时候 就觉得非常的触目惊心 命运的无奈 无缘的亲情 种种苦涩塑造阿嬷的一生 即便如此 他仍坚韧面对生命 电影在日本上映 感动无数女性观众 9月24号将在台湾重映 在大荧幕上 与大家见面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